大家好 其實像剛剛我們覺得那個桌遊的那個 水廣情 專業 其實我覺得桌遊真的是一個非常就是很好的交流的媒介 因為我是社工系的學生 然後現在剛好剛進入那個實習 所以我跟小朋友就是建立關係的時候 也是拿那種香蕉雕像的那種 所以我把這個遊戲去看 OK好 我們先開始介紹 我們是義子樂團 然後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關於我們一些小事情 這樣子 好 那先介紹我們團員 然後今天先介紹我們兩位才唱的講者 然後我是孫柏遠 然後我是那個團裡面的吉他手跟Bass手 這是琼靜 他是我們主唱跟吉他手 然後主要負責詞學的創作 然後剛剛另外兩位也是很誠懇的誠懇 他負責的是Local Bass跟吉他的三項 然後陳中原是我們的木翔鼓手 然後他也或者主唱吉他跟一些詞曲創作 這樣子 好 那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李子的組成 為什麼我會成為李子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都是高中時代吉他士的夥伴 對 因為這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就這樣子認識了 然後我們也在高二的時候成為幹部 然後就是共同經歷很多時光 我們持續到現在已經五年了 然後高中到現在都沒有分開過 對對對 蠻屌的喔 然後我們一開始 撐團的時候 我們就很簡單 因為我們都是吉他士 我們大家都是只會彈吉他 可是我們就面臨一些問題 當然一般看到的樂團裡面會有五首 會有Bass手 然後吉他手跟主唱 可是不可能四個吉他手弄在一起組一個樂團 所以我們大家就開始各自轉職 去學一些吉他東西 像我就轉職去練Bass 成功轉職去練夢想舞 這樣之類的 那我們這四個腦袋只有吉他 的男孩就慢慢有了一些其他東西 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我們會叫李子 這個團體這樣起來非常的 這麼講有趣 我們當初在 就是一開始我們為了參加一個比賽 然後我們要組一個樂團 因為他要用樂團名義去報名 所以 我們在報名之後 然後我們想說 我們到底用什麼團名 然後 我們還在剛剛那個階段之後 我們還在考慮說 我們沒有五首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張小圓凳 然後我們就拿來 敲敲打打 就真的像是這樣子 跳跳跳跳 然後就開始打鼓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欸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當成 我們的鼓好了 就是我們一開始的初心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覺得 好 我們就像椅子樂團 就這樣 所以我們就 就成為椅子樂團了 對 好的 但是 這是一個非常 突兀的過去 但是就是這樣 我們一度這樣後悔 為什麼要叫椅子樂團 對 那我們 那 我們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風格 那 其實我們是經 ORAL 最音樂認證過的宅男樂 你知道這個嗎 就是 這個是那個 Street Voice 他們現在有一個就是 講音樂的專欄 對對對 其實它只有四分之一是對的 因為只有我是宅而已 好 然後 那 其實我們四個人的音樂風格 都是非常不一樣 就是我們喜歡的東西 都是不一樣的 像我喜歡一些動漫音樂 還有Hot Rock 然後 他喜歡是Beatles 還有一些比較 另類的音樂 那要有誰 對啊 Beatles 它就是一個景點 雖然我 我沒有很喜歡 可惡 然後 然後 陳仲瑩的話 他也喜歡蠻多不一樣的音樂 他喜歡一些復古的風格 這樣 那誠懇就是 喜歡很誠懇的音樂 沒有 他喜歡他喜歡的音樂 他各種音樂都聽這樣子 對 那相信大家也會有一些自己喜歡音樂 但 我們四個這種風格非常囧義的四個人 我們湊在一起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就發生一些很不可思議的病 那接下來把你的 丟給我 欸哈 我先認識我 好那 對接下來呢 我要講就是我們大概後續 我們風格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 我們任何我們喜歡的音樂風格 我們都玩 譬如說 懶吊啊 然後 搖滾啊 然後 雲家族流 我們通通都有玩這樣子 那我們就透過 木吉他 名謠的變質 就把它呈現這樣 好 那所以我們後來把自己定義 為一個叫做 indie folk 的這個 音樂風格 也就是獨立名謠 那為什麼要叫indie folk呢 就是 indie就是它 independent 就是 它是一個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自由的空間 然後它是一個自由的天空 那我們 在這塊原地裡面 我們可以 只要是我們自己喜歡 我們都可以自由 會傻 然後 所以去做一些任何實驗性的搭配 然後 融入到民謠裡面 好 那民謠就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 民謠呢 and folk這個字呢 其實在國外就是講說 民謠嘛 那其實對應到國內的經驗 就是民謠 那其實它還有另外的 意思就是 小人物 young folks 年輕人啊等等 那其實我覺得這很有趣 就是其實 民謠跟人物就是最緊密結合的東西 那 跑到時候我們是 folk 就是第一個是我們是吉他代表 你們可能 看這很清楚 就是我們都是彈吉他 所以我們以吉他最為我們最主要的特色 然後再來呢 就是 我們用最貼近日常生活的語言去寫我們的歌曲 所以 這個就變成說 能夠最反映做我們日常生活的 發生的事情 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很自豪的時候 我們民謠師聽起來很精彩 那我們等一下希望有時間可以幫給大家聽 好 那第三章就是說 我們 怎麼會激發我們的創作呢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覺得很屌的 因為我們就想去學習 那第二個呢 就是小事情 就是 我們覺得其實 創作呢就是把你最深刻感受的東西 把記錄下來 比如說親情啊 愛情啊 孤獨的感覺 然後離別的時候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然後家人死亡給你帶了什麼樣的感受 還有你反向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很 很開心的一個心情 對 那再來呢 我們去年暑假去做一個單車環島的 這個旅行 那之後呢 我們就覺得我們激發出內心一種對其他議題的興趣 那我們也開始寫一些對於土地社會文化環境的人的關懷 好 所以我們想說的是 其實創作本身呢 不過就是一個意念輸出的管道 其實它就跟 就是 書本 然後文字跟影像等等 它都是一樣的 它只是不防管道去輸出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哇 臭傷變得太丟了吧 你要當明星什麼 其實對我們來說 它並沒有那麼的 就是它沒有那麼的 那麼遠 對對對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 即將就是我們後來 玩了一陣子以後 我們打算把我們的創作 我覺得移起來 變成一張專輯 那這張專輯呢 就叫做我們 心理裡面把它定名為 Cheers Land 那第一個就是它跟 Cheers有些諧音嘛 那 為什麼叫Cheers Land 那就是主要是說 我們的專輯剛才是說 我們要用大大小小的故事發 我們就是創造出一座島嶼 然後裡面有大大小小的故事 那這些故事呢 可能是 翻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真實故事 那也有可能是 我們心中就是幻想這座島上面 應該要有什麼樣子的東西 所以呢 那每一首歌都是個別的歌 那我們又希望說 因為這座島嶼把它串起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專輯會在十月發行 那其實今天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這個訊息說 我們現在還有在就是Hurray 剛剛有介紹就是我們合作的平台 來做募款的動作 因為其實我們是獨立發行 所以其實採取出非常困難這樣 那我們會收到十首歌 然後是我們第一張圈創作專輯 那我們現在希望就是放給大家 聽一首歌 這樣子 這首歌叫做《後上無去》 它是我們在團道後寫下來的 對 你知道嗎 這首歌叫做《後上見》 這個主歌叫做《後面》 是阿美 謝謝阿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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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嗚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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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剛剛那個 不是我跟原住民朋友緊繳一下 那個叫做就是 朋友啊就是一起開心這樣子 對 其實就是我們 環島到東部我們看到一些 我們覺得應該寫下來的景色 當然我們 我們不是原住民所以 不要把自己當成原住民 可是用我們的方式去 去詮釋 詮釋這樣的一個 原宿這樣子 要把它放完嗎 好 好 可以大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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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這隻手好 嗚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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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 así啦 ueller 那却随着打自然的旋律道 第二爷 下期待了嗎? 大舟上住著外途的被自然的火力吧 上住著外途的被自然的火力吧 上出出於我們紅山的舞曲吧 然後我們也在HRail上面辭職節目款項 謝謝大家